黃偉哲建議西瓜說得票率低 不怪別人 這次選舉裡面 過程裡面 有沒有你最care的人家講你 或批評你去黃偉哲的事 是西瓜咩 台南新科市長黃偉哲 把桃尷尬在建議被說成是西瓜 推出一顆西瓜的文章 真的嗎 推出一個黃偉哲 比他就是朝你丟石頭 弄了半天 我們現在票數那麼難看 原本被外界認為 推西瓜初來選都會上了綠雲鐵票區 讓他選前也信心滿滿 23號晚上直接結束 那時候是最棒的 因為那時候還認為說會贏很多 我喜歡吃冰棒 不然因為晚上就回家就吃了一顆冰棒 結果得票數是賴清德選市長的一半 我們現在剩下36萬多 所以那個車頭期沒話講 這次低空飛過的成績單 大家都說是被中央執政拖累 這樣子似乎不夠man 我覺得是怪自己 我不要再去坦脫了 我不要去批評中央執政 上任後黃偉哲更大的難題 還在後頭 黑河家園 以和陽軍共和都過了 我們本來就要向民意敵投 拿到第三高票的陳永和 長期反對新建農期掩埋場 這11萬票的民意 也讓黃偉哲不敢輕視 看到陳永和的醫長 他這麼努力 我們真的是很敢配合 老百姓不是不能同仁一個廢棄物 有辦法是不能設在那樣的地形上 那個地方是一個很寶貴的 月事件十二的地形 我請中央暫緩 不是說不准 而暫緩發執照 經過去的專家 我已經把我的意見表達了 背受矚目黨部內部改選 到底會選誰 他不想過問太多 不要要求什麼改組不改組 這些改組不改組的部分 只要給大人們去處理 我只要把台南顧好 我們要拿出更好的施政成績單來 才能破除希望 理防中心 台南報導